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九三十节 耶稣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人为我和福音 帖下房屋 或是弟兄姐妹 父母儿女田地 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 就是房屋 弟兄姐妹 母亲儿女田地 并且要受逼迫 再来世必得永生 这段经文 主耶稣并不是要每个基督徒 都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 而是要叫那位少年人知道 他并不能完全遵守诫命 因此明白人 并不能靠行善守律法 换取永生 只有信他的人才能得救 只有圣灵能够使人重生 但是接着二十八到三十节 彼得就问主说 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 在马太福音又加上一句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耶稣的回答就是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姐妹 父母儿女田地 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 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 并且要受逼迫 再来世彼得永生 而在马太福音师说 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 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这里带出了信耶稣得救之后 还要追求什么的问题 门徒的问题 也是已经得救的基督徒 应该要问的问题 而耶稣的回答是 在今世得百倍 还有在来世必得永生 马太福音师说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马可福音的得永生 指的是得着国度 他与马太福音的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是说的同一件事情 都是指着将来那些 为主和福音的缘故 撇下所有的人 主要赐给他们得胜者的冠冕 与主同坐宝座 管理神的国度 curse замеч